好 好 最喜歡這道主題了 不能不講學生時代 真的是太容易發胖了 因為校園附近很多美食對不對 還有小巷大碗 甚至很多零飲料不用錢 超爽 不是 校園美食 校園美食 一天到晚都在講校園美食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 那些校園附近沒有美食的人呢 但是我想問的是 對 我要問一下智琳 問一下智琳好了 智琳 智琳 那都有瘦過嗎 沒有… 你怎麼變我已經嚇死你了 等一下… 不可以 退 他這個算是 其實有說話的藝術了 你又不會掃地 你只會講話而已 你要幹嘛 他只是很適而已 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 很多厲害的校園美食 我們請來請來賓來賓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好 才能第一位是我們郭樹勇 嗨 嗨 嗨 今天第二位是我們的謝小瓜 嗨 謝小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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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幹嘛 對啊 關於什麼事 我就要來啊 賺錢啦 但這樣好了 阿威也很想生小孩 生不出來 阿威也很奇怪 接下來是一位美女喔 請歡迎智琳 嗨 謝小瓜 好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很多這個 在國外的特派員 美食特派員要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荷蘭美食 OK 來 我們下來看看 荷蘭特派員 燙燙 GO 我是讀國際飯店管理 我們學校對面就是我們 學校自己的一個飯店 那它真的是有對外營業的 所以我們學校的飯店裡面 也有許多餐廳 還有咖啡廳 連酒吧都有 所以我們學生通常下課的時間 或者是放學之後 都會來這邊吃一點東西 那我現在就走過去給你們看 我們從學校就過了這一... 這個橋 然後就會到這邊 我們飯店的大門 那從大門一走進來呢 就會看到這邊是 我們的Lobby櫃台 然後我也已經跟我一個同學約好了 他在那邊等我 我們現在要一起來吃午餐 我們剛下課 嗨 好 我們剛剛點了一些點心 然後他點了茶 我點了咖啡 然後我現在要來給你們看 這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個 小小的咖啡廳 就這樣 我們就在這中庭這邊吃東西 然後對面呢 就是我們學校的餐廳 這邊可以吃午餐跟晚餐 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學校的學生 都會輪流來這裡上班 那我這樣也介紹的差不多了 希望你們有學到了很多新的知識囉 拜拜 哇 校園看起來好高級喔 太漂亮了 有夠夢幻了對不對 對 好美喔 當然還有更厲害的 我們還有一位法國特派員 Charlotte 我們來看看她的影片 嗨 大家好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校園附近周邊的美食 所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像法國其實也沒有像台灣那麼方便 有很多路邊攤啊 或是一些小吃那種 可以隨時買著就吃 所以呢今天帶大家看到的就是 法國還蠻典型的 那種中東人開那種店 它就會有一些快餐 像是漢堡薯條 或者是捲餅類的東西 在這家店的旁邊有一間麵包店 有時候早餐的話 在麵包店買也還蠻方便的 現在呢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後面這一間Most Taco 這外面有一些就是室外的座位 其實很多法國人他們都還蠻喜歡 坐在室外的就是 因為通常其實室內不會開冷氣 所以夏天坐在室外有風的話 其實會比較舒服 現在大概晚上七點多 已經有很多人開始在這邊吃了 我今天點的是 咖哩雞肉的口袋餅 所以再加上套餐這樣子 總共是七歐元 這個飲料可以自己選擇 我覺得這個口味還蠻特別的 所以想要來嘗試一下 之前沒有喝過 這個是Iced Tea 是覆盆美口味的 這個薯條的沾醬也可以自己選 我今天選的是 這個有一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然後還有附一份小份的薯條 它的就是雞肉給的還蠻多的 算是蠻紮實的份量 裡面的醬料搭配雞肉的話 味道還挺紮的 有一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也很開胃 然後旁邊還可以配上薯條跟飲料 一起享用 哇 它也很好吃 但是其實這樣講起來 你看它那個其實 說不定在台灣 有很多那種厲害對不對 其實 而且台灣又燙更大 剛剛我是比較好奇 因為你算是我學弟對不對 對啊 學長好 為什麼我們一樣在北藝大 我可以吃得這麼開心 為什麼你長這樣子呢 欸 他長得蠻帥的啊 這是天生的吧 很瘦 是吧 對啊 他可能挑那個內容物比較好的吃 所以他長得比較好 我吃到旁邊的骨子 你吃到旁邊的骨子 可能學長 你介紹一下 可能學長真的比較會挑好吃的東西 但是 就是因為你們也知道 就是北藝大它其實算是 我們其實算是在山上 所以 就周遭比較沒有那麼多 像其他學校那麼多好吃的東西 比較沒有像那種 其他學校有高CP值的校園美食 然後 如果在我們學校真的要稱上 就是美食的話 可能就是咖啡廳啊 還有很好吃的雙麒麟 大概就這樣 蛤 所以我們一定要出校 一定要出校園去找 對 但是有沒有主食或宵夜類的 可以推薦 如果真的要說 喔 有 在學校附近當然有 因為在裝箱對不對 你還在裝箱對不對 你還在裝箱對不對 他就戲劇戲的嘛 你幹嘛要拆開牌 他就演 表演 不要拆開 好 怎麼樣 情況怎麼樣 對 對 你那一張都準備好了 你為什麼前面要表演呢 對啊 就讓他演吧 沒關係 來 這時吧 OK 就是在我們學校旁邊有一家 我們都叫它 所以它叫夢幻雞排呢 是因為 大概在就是二三十年 這家雞排店就在了 然後 實在是太好吃了 太夢幻了 所以就是傳說中 學長就叫它夢幻雞排 這個以前我們就會吃了 對 真的很好吃 它會先炸 然後再幫你烤 先炸後烤 對 然後那個入口的那個感覺真的是 完全是剛剛好 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炸雞排 然後 還有一家 它是蒸餃 然後 真的很好吃 它的皮非常嫩 然後裡面的料也非常綿密 在我們學校幾乎是 非常好吃 我們學校全都叫它 為什麼臭臉 臭臉 因為 那家店老闆的臉非常的醜 臭臉 對 大飯比較有個性 但你應該有把蒸餃帶來吧 有 我今天把它外帶進棚內要給大家吃 吃看看 哇 來 上菜 哇 臭臉真餃 我跟你講 學生的那種料理你看就它就是要比一般的還稍微再大顆一點點的感覺有沒有 這樣學生才能夠吃得飽 基本上 它料真的滿多的 你吃玉琳嘴巴是被料噴滿的 這一籠 皮很薄 然後又Q又彈 而且重點是 其實它拿到這邊來稍微有點冷掉 它都還可以維持那個Q彈度 好吃 玉琳覺得怎麼樣好吃嗎 超級好吃 妳在講髒話是不是 妳在講什麼 很像那個港式燒賣的感覺 就是皮非常飽可是肉非常的多 紮實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吃貨 超喜歡吃小東西的人 他剛剛吃完整個大開心 算不絕口 真的嗎 不是 我喜歡 我很喜歡就是水餃類的東西 餃子類的東西 餃子類的東西 所以妳這樣比較起來 1到10分 在妳吃過的餃子裡面 妳會給它大概幾分 8分 8分 好高喔 如果是熱騰騰的 對 如果熱騰騰會10分 連冷的都好吃 如果你點一龍針餃 再加一碗竹筍湯的話 那個竹筍湯炸天的好喝 才75塊 什麼叫炸天的好喝 就是 越你聽大的形物書 越來越不懂 炸開了 有這麼好喝嗎 炸天 我知道了 是嘎店的感覺 嘎店的感覺 嘎店的好喝 因為老一輩會講說天殺的好喝 然後你現在很炸的好喝 炸天的好喝 把天都炸開 炸天 這麼厲害 一種十顆 十顆也這麼大顆 而且這個煎餃基本上是不用沾 像它裡面那個餡料調味 就已經很好了 所以這個真的滿不錯 因為剛剛我們那個醬油 也才加一點點 餓了對不對 沒有吃飯 開胃了… 好 讚 好 掌聲鼓勵 YES OK 那今天呢 我們有這個校園美食霸主 排行榜 我們有一個排行榜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參考一下 第五名 成功大學 台南的 台南一定好吃得多的 台南好吃得太多了 台南最棒了 因為我之前就是在大學時期 都會去教課 就是會去台南教課 教課周圍都是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些大學生 或者是一些交換學生 都是一定會有很多不一樣 各式各樣的美食 你就是在那邊認識周子瑜 然後變成周子瑜的老師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對啊 你真的追蹤我 我哪有追蹤你 你從以前到現在 就這件事情最著名了 對 還有別的 請大家說一句 對 像我這樣講 快絲把帶出來了一樣 我沒有說錯啦 你今天怎麼這麼活潑 他吃完真腳力氣來了 我剛才一句話也沒說 妳也是台南人嘛 每次去台南都吃爆 對啊 炸天 厲害… 好 OK 現在正式 安心也已經用過 代表大家都可以用 全世界人都可以用炸天 OK 好…我們再看第四名 台灣師範大學 師大 師大那天很好吃 師大夜市 這紀福星應該知道 你有去過師大夜市嗎 有 我以前很常在那邊混 因為那邊就是好吃又好逛 混是太妹是不是 沒有 就是我有時候下課的時候 也很常去那邊逛街 我們來看看前面三名是什麼 第三名No.3 請看 東海大學 台中 雞腳洞 對喔 雞腳洞 對 在東海 常常有幾次對不對 我們路過台中有什麼活動什麼 然後就要停在那邊就好 我們要買那個雞腳洞 對 必買 旁邊有夜市 對不對 好 OK 第二名 中原大學 中原大學一定要去 因為中原夜市對不對 我應該很常去 因為我自己真的超愛逛夜市 對 我家住桃園 所以離中原其實算滿近的 中原真的超多好吃的 而且它就是包括什麼煎餃 或是還有一家 我覺得也滿好吃的是 應該很少人知道 因為它就是一個小攤販 然後是賣鳳爪的 它那個鳳爪是滷鳳爪 然後它那個滷的 真的大蒜味超濃 那家真的很好吃 是涼的對不對 對 它是冰的 然後有分原味跟辣味 而且它買兩盒還會送一盒毛豆 然後毛豆也超好吃 超搞的 不是 不是 其實妳講這一段滿婆媽的耶 這市場應該不錯 第一名到底是誰 誰 鳳甲 鳳甲大學 好吃到都黏起來了 對 鳳甲大學 是第一名 這個有了誰了解嗎 鳳甲大學附近 鳳甲就是一定要去逛 鳳甲就是觀光客一定會去 對啊 那麼黃金 左腿 右腿 鳳甲大學大家有沒有吃過 其實鳳甲 就是在喬光旁邊 我們其實鳳甲大學跟喬光 是共享這個夜市的 就是夜市呢 等於就像我們廚房一樣在跑 所以我也是準備了幾個 還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 唉唷 有準備啦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是學生 我們很追求什麼 銅板 我們就是要吃銅板 所以呢 我有特地準備 吃銅板 你一直追求銅板 好啊 不拿招票 就錢掉要追誰 而且要吃銅板 銅板美食 OK 來 第一個呢 推薦的 這個厲害了 我推薦大家這個有 密集恐懼症的朋友 吃了 自豪 為什麼呢 來 特寫一下這個 芝麻 芝麻餅 它密集恐懼症呢 雖然讓你感情恐怖 但是吃下去 只是覺得 Oh it's fine OK的 可以吃了 對 它裡面的料 就是 怎麼說它的肉是用手工的 它是完全有嫩汁 它不會說太像殭屍肉 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蠻推薦 大家如果到楓甲夜市 也是可以來這邊 你本身有在唱饒舌 他好像很想饒舌 又不確定 Yeah 那一對 有 有 Pizza He will go now He will go He will go So first 我推薦 自馬餅 準備治好大家的密集恐懼症 我來治 O.C.U Yeah 準備在這門界 小弟 第二個 第二個 對 第二個 好 OK 第二個是什麼呢 大腸包小腸 其實這個是我真的蠻喜歡的 因為你看我手就這麼大 它的份量呢 就是跟我手差不多 然後呢 五十五塊 那小瓜應該很喜歡 這個大小是不是 我是蠻喜歡吃大 對 對 太大了嘛對不對 其實也是排隊美食之一 也蠻有名的 料園美食是什麼呢 請看 來 唉唷 那許鵬大哥 唉唷 喔 喔 怎麼還有這樣子 萬惡宵夜的炸烤店 唉唷 好時髦喔 你們這個節目 怎麼樣 我們有幾排美食呢 我們直接請東西出來好不好 來 好 來 出 哇 老闆好 你們好 你們好 哇 這個味道已經飄過來了 鹹酥雞的味道一開始就出來了 很香 而且學生超喜歡吃鹹酥雞的 對 來 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食材 那我們現在比較特別的是 豆皮跟魚餃 魚餃 魚餃可以 對 因為大部分 大家的想法都是覺得 魚餃是火鍋的料理 然後我們自己嘗試之後覺得 炸完之後烤完 塗我們的醬 魚餃的味道非常特別 哇 對 然後我們的豆皮也是 豆皮也是先炸過之後再烤 可是豆皮長得好特別 這東西到底是哪一個 學校附近的校園美食的 同學你們知道嗎 這是我們學校附近 就是學生很喜歡吃的 就是炸物店 來 試試看 試試看這什麼 魚餃吧 魚餃真的蠻特別的 它魚餃的皮 讓我感受到有一點點像甜不辣 然後你咬一咬 裡面會有肉跑出來 肉跑出來 太特別了 同學怎麼樣覺得好吃嗎 大天 大天 那個 韋萱 我想問一下老闆 就是你們的就是烤肉 上面是有一點醬汁嗎 因為它感覺像是有烤過又炸過 然後又有一點醬汁 碳烤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食材都會先炸完 再烤 把那個醬汁烤入味烤進去 對 所以它這個做工會比較繁瑣一點 很好吃 郭樹瑤喜歡嗎 謝謝… 喜歡啊 我喜歡那個醬甜甜的 那醬滿好吃的 好吃 我已經喜歡 沒有 問這個 這都不要幹嘛 開玩笑的 我覺得它那個 因為我剛有吃豆皮 它雖然烤過 可是它不會軟爛 它還是有酥脆的口感在裡面 就算有些其他豆皮吃完 你知道如果那種軟爛加醬再去烤 或者是就是 反正就是加醬以後 它會軟化它原本豆皮的酥脆感 吃下去很像在吃抹布 就是 就是會不好吃 那妳小時候都吃抹布 對 我媽媽都會為我吃抹布 這樣西角瓜這樣加食 那妳有喜歡它嗎 我不是說它 我是說隔壁那一口 不要… 不要亂 不要亂笑了啦 不錯啦 第一間這個就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 好 謝謝你們啦 謝謝… 好 OK 我們馬上來看看 第二道厲害的校園美食是什麼 哇 舉牌辣妹又要出現了是不是 哎唷 牌子剛好在這裡 哎唷 哎呀 就是我 就是我 妳算舉牌是一家的好不好 來… 舉牌 以前在動手…的那種 好時髦 來接我吧 男友 厲害 來接我吧 來接我吧 男友 好假喔 漂亮 不要到不行欸 不錯欸 好電喔 好會喔 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她以前就是舉這個厲害對不對 對啊 但我剛才一點找不到敬畏 拉閃 他真的在意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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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啦 沒事 這好像沒有比較好 算了啦 你找不到鏡頭啊 沒事 稍微找到他 好… 搖烤爆漿超牽絲的 湯種熔煙吐司 來 請上 好 好 好 老闆好 老闆叫做Joe OK Joe 你今天帶來這一個 這叫做什麼呢 對 我們這個是那個搖烤起司吐司 搖烤起司 對 它是用搖爐下去烤的 它溫度大概在200多到300多度 對 而且這裡面是不是加了很多厲害的 料在裡面 對 像我們這個墨西哥番茄牛 像它這個醬料 番茄醬汁 這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對 然後像我們裡面加的是 類似美式炒蛋的那種嫩蛋 對 也跟其他的比較不一樣 像這個青醬烤菇的話 它也是 青醬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然後它裡面有三種菇 有香菇 杏鮑菇跟白金鱗菇 下去綜合的 白金鱗菇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沒吃過嘛 什麼叫白金鱗菇 不懂啊 對啊 白金鱗菇 白金鱗菇 輸車會不會裝懂啊 比較大家會懂的東西呢 它就叫白金鱗菇 白金鱗菇 其實它本來就長得很一般 它就是白色的 然後是長的 會不會叫金鱗菇呢 不是金鱗菇 不是 不是要命 這個請問一下 是哪一個學校附近的美食 這也是台大附近 學生很喜歡的一種美食 因為它的份量其實算很多 它很大一個其實 內餡很紮實 這其實很大一個 這個其實一頓飯這樣就飽了吧 這是一份嗎 對 那是一份 我跟你講看別人吃東西都不夠好吃 看納豆吃東西 好好吃 好可愛喔 看獅子丸對不對 這風獅爺在吃東西 哇 這整個就是一個幸福 好可愛喔 你們有這個爛蛋很好吃 對 真的很安心 你們兩個是怎麼樣 沒有看你吃東西很療癒 看你吃東西很療癒 直播 你為什麼會做直播 而且你吃 咬之前要看你們要發抖 不是 因為 因為現在當然是有點冷掉 但如果它熱的時候 上面包含還有起司焗烤的部分 對 對… 它裡面真的如果是熱的話 就是超爆 因為它這個吐司 其實我們有特別選過 是湯種吐司 所以它烤下去不會乾 不會乾 對 最怕的就是它乾掉 然後脆脆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吐司 放冷之後還是很好吃 它的蛋是炒蛋 不是像那種荷包蛋半熟包進去 對… 我們是直接就是炒蛋 而且我們是加牛奶下去炒的 所以會冷的 然後的那個 牛奶香 而且我們一彎是說 郭初遼妳不是女藝人嗎 可是妳沒有 妳都不會 不會忌口什麼之類的嗎 她沒有忌口 而且看瑤瑤吃東西也很療癒 因為她這邊很都 她每次在PO即時 她吃東西我都一盤 小倉鼠 妳自己覺得這個怎麼樣 好吃 因為我其實是不吃吐司鞭的人 但它吐司鞭我可以吃得下去 很嫩 對啊 很嫩很軟 妳真的很會結合 因為它有這個濃濃的牛奶香 然後又有起司 然後另外妳還加了這個墨西哥辣椒 對 這個口味是 對 墨西哥番茄牛 太棒了 這搭起來太美味了 還有濃濃甜甜香香的再辣辣 就是有搖烤的感覺 搖烤的感覺很棒對不對 像披薩的感覺 剛剛那些同學好像都沒有在上節目 他們都吃都是大口大口這樣 對不對 我以為一個前輩的身分 可不可以告訴他們幾個要件 這吃還是要唯美吃 像吻文就表現得非常好 就是小小吃 但是還是有口感 像後面那個什麼 韋萱剛剛一吃 哇 我以為蒙古出來了 還保險粉你知道 可是吃這個很難很漂亮 要怎麼吃 王妹就是要分層吃 我剛剛本來想要咬咬示範 就發現 吃完了 咬咬已經吃完了 太溫柔了吧 她把口紅都吃掉了 她才能不能吃完 妳說有東西 小姐妳來先採示 小姐 怎麼會吃料料啊 再一個給她 她剛剛在旁邊 她一直在旁邊說 好喝 好想喝奶茶 她已經收到了 不要著急 我已經在頭喝了 我旁邊這兩位女明星 怎麼都沒水準 把這種東西當餐廳 表示東西真的好吃 正點 很棒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這個好像 不是同學要推薦的 是這邊來自我們的郭樹瑤小姐 是我 因為其實我們拍其實都在台中拍 其實台中很多美食我們都有吃過 我就推薦一下比較特別 它不是校園美食 但是我的口袋名單 因為它真的太特別了 它是玉子燒蛋糕 它是玉子燒還是蛋糕呢 這 這太令人驚豔了 好 我們來趕快看看 玉子燒蛋糕是什麼東西 舉牌在哪裡 玉子燒蛋糕 玉子燒蛋糕 上面剛剛是真的有寫玉子燒蛋糕 先寫出來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講什麼樣子 你剛剛都知道 我們就不會是學生推薦的 你感覺是高級要領 對啊 上面有金箔在上面 對啊 看起來好漂亮 這是他們店的特色 就是老闆如果看到你講得好看的話 金火灑特多 天啊 假的 我上次去那給我放鋁箔你知道嗎 鋁箔 不好意思 兩位介紹一下你們這個 好 沒問題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江戶前的傳統的玉子燒 大家對玉子燒的印象可能會停留在 是用蛋捲起來 有一點甜甜鹹鹹的 我們這個是最傳統最傳統的玉子燒 它裡面有用日本噴火彎的牡丹蝦 還有日本生鮮級的干貝 還有日本大河芋 跟台灣本土花壇的 顧名思義就是這個雞 是吃牛章汁長大生出來的蛋 對 所以膽固傳特別 他吃牛章汁長大的 我都沒有吃牛章汁 他吃牛章汁長大 因為比較多人會去在意健康的部分 因為這裡面大概用了10幾20顆蛋 那這樣吃蛋的話 它膽固傳會比較低些這樣子 太棒了吧 這東西 所以是健康又營養 所以這個是鹹的嗎 這個是我們是做甜的 但是你又可以吃到一些海鮮味 因為我們加干貝跟蝦子 蝦子做 我相信有些人 從來沒有吃過這樣料理 有可能 聽他講 你沒有吃過嗎 你不是常常也在吃日本料理嗎 我沒有吃過這種玉子燒蛋糕 這個就是說 你吃進去乍吃吃那個甜味 但是其實你要吃到後來的時候 你會吃到一點點海鮮的那個 那個味道會出來 很不錯 它口感會有點像蜂蜜蛋糕的細緻 很細緻 對 綿綿的 這個 好幸福 好好吃喔 天啊 做得很好 那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上面的黑糖 也是我們自己熬了兩個小時 對 對 妳家的黑糖非常棒 很香 很香 對 喜歡 好喔 謝謝喔 非常謝謝你們的介紹 謝謝 好煩喔 好煩喔 天啊 我的天啊 哇塞 現炸神還原好吃 寫出去 好食尚 好食尚 怎麼會有人台詞就在可以拿反 我就在補了他了 這樣嗎 這要不是天然呆就是心機重 是太荒謬了吧 只有這兩種可能 我們選擇相信他是第一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鹹酥雞長什麼樣子 就是這一代的 就是這一位 這個 鹹酥雞 好高機喔 大家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一般這種鹹酥雞 其實也很多地方都有啊 對不對 對 如果是一些比較怕胖的啊 或者是一些 要長肌肉的男生啊 這個是雞胸肉喔 吃起來會比較沒有罪惡感 對 像這樣把它放進去 花個大概15分鐘 好 OK 它可能沒那麼油是不是 對 它比較沒有那麼油 比較健康 但是沒那麼油感覺就會很乾 對啊 好像這樣 鹹酥雞就是要香酥 其實不會喔 其實不會 照到那個香度 還有它的那個口感都還是在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就見真章了 對 好不好 那這邊 明川老師是不是平常在 網路上面也有買一些吃的 吃的 各式各樣的吃的 比如說我有曾經 我曾經一次買過70片排骨 蛤 妳要拚了嗎 吃一年是不是 妳要開動物園對不對 不是 那個排骨就是 你買得越多它就越便宜 它從10片起跳 到70片幾乎都是半價 那你要拚像放大才可以 沒有 因為我就會買了 然後分送給我身邊 就我家 因為我通常會買四個單位 因為我自己住一個單位嘛 我爸媽一個單位 我哥哥一個單位 我姐姐一個單位 所以我買東西都要買四份的量 所以因此我曾經有過一陣子 就是只要一聽到和牛就 買太多 就是因為妳吃太多了 一次吃太多 而且那一次呢 我就是一樣買四個家庭的份 然後先送到我家來 我就先試吃看看 中間還有一份是 那個廠商想說我是大戶 他送了另外一個更高級的和牛 對 但那一陣子我就是每天都在 就是幾乎每天 因為你要消耗那個和牛的量 然後我冰箱 因為我是一個人住 我冰箱是小冰箱 所以我就短時間內 大概一個月內 我每個週末都在吃和牛 是用煎的 是用烤的 煮火鍋 我連那個什麼 一般那個刷刷鍋那種 就亂丟的都用和牛 所以 短期內我真的就是 現在 其實到現在 我其實到現在 我已經有大概一兩年 沒有再吃和牛 因為我一聽到和牛就覺得噁心 麻花乾 對 這個就是 幸福到了極點就變痛苦 對 物極必煩 講成這樣也沒帶來對不對 他都是團這些和牛的 像我們這種 就只能團這種比較老派一點的 什麼 麻花 這是什麼 你帶來什麼來 那是什麼 我跟妳講 這個是我最近跟我經紀人 我們自己在團的 然後它其實是纏豆酥 然後纏豆酥 但是非常好吃 天啊 對啊 纏豆酥可不時尚 沒有 我跟妳講這個 它想拿假是不是 超好吃 妳不要覺得它是阿公的食物 妳會愛上 它超好吃的 它是不是有個中藥味道是什麼 對 因為它裡面 是用中藥去調味 然後它是因為是中藥調味的關係 它吃起來其實不會死鹹 是鹹甜鹹甜的 對 它那個中藥會反一個甜出來 可是連殼都好好吃 殼可以吃嗎 殼不行啦 殼不能吃 我剛剛吃了 殼是好吃的 殼味道比較重嗎 我從小到大都不知道殼不能吃 殼可以吃 我如果還活到現在 應該表示殼是可以吃的 你說不能吃的殼是那個 客家裡的那個殼 請問一下 纏豆酥的殼 可以的請打圈 不可以的請打叉 請看 可以 我們家都沒在吃殼 殼都會剝掉 對啊 對啊 正常會剝掉吧 對啊 剝掉 不是 殼可以吃 殼 來 紫柔 沒有 我覺得殼也是一種 對啊 而且味道也特別重 就是一起吃很好吃 對 因為殼它那個薄薄一層 可是味道那個滋味 是那裡面的兩倍 真的假的 妳吃殼還有什麼東西 吃殼我們都可以吃嗎 殼 可以吃啦 可以吃 真的可以啦 我覺得咳很難吞 不要 不要吞 焦久一點 還蠻好吃的 對啊 他喜歡吃黑酒而已 這個就還好吧 這個很剝擠 我可以邊看劇 要一個人吃掉半包 這熱量應該很高吧 這熱量爆高 而且這個 那太多 但是很好吃 而且重點是它是素食 所以吃素的人 全素的 吃素的人也可以吃這個 好喔 炸好 可以了嗎 差不多了 直接抽出來就可以 讓它出來 讓它出來 好脆喔 不得不說這樣炸看 真的很像這種 炸起來是蠻低的 看起來是蠻低的 看起來看起來 這個顏色是漂亮的 我知道這個 它是濕的 為什麼 它那個不是濕 它是肉汁 它是肉汁 感覺它配魚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而且不會太油 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我覺得 對 滿香的 真的有點像現炸的感覺 對 它的肉很嫩 它有多 滿好吃的 而且因為真的很少吃到 雞胸肉的鹹酥雞 對 因為一般鹹酥雞都是 有骨頭的那一種 對 好像是去骨的 它裡面 是有九層塔嗎 我知道了 好像是耶 是 有些小葉子 有九層塔 小葉子 它的調味料 嗯 好吃 不錯 可以 單恩的推薦不錯 我推薦的東西不會錯的 而且這又健康 有點小辣貌似 裡面不會油 不是油油的 而是那個肉汁 對不對 很厲害 肉汁還可以鎖在裡面 很嫩 很香 很棒 通過 非常謝謝單恩的介紹 來 漂亮 讚 接下來我們曲班女郎 聽說要用厭世的方式 來拿著板子出來 歡迎我們 曲班女郎 沒有笑容喔 厭世 來 不在笑 沒有笑容嗎 耶 紅到香港區的營養三明治 對啊 為什麼天氣那麼冷 我要穿那麼爽 好煩喔 好不爽 以後不來了啦 不來了 來 好 它到底要介紹什麼 我剛剛名字自己看 紅到香港區的營養三明治 好 來 好 厲害了 紅到香港區了 這個營養三明治 因為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但後面居然是有甜的對不對 那就是芋頭嗎 芋泥 大甲芋泥 紅到香港 這個是誰要幫我們介紹 是博弈的對不對 就是我大一大二是讀 在台中讀書 我很喜歡買堅果 就是買一些超市賣的堅果 回去吃 那時候我同學大部分都是台中人 他們就跟我講說 台中有一家堅果很好吃 是他叫茶奶奶 可是我們都叫他茶嘛 茶奶奶 對 這樣念起來比較順口 就是他的堅果吃起來 就是會有一個焦糖味 淡淡的 後來我同學就帶我去現場買 我們才知道就是說 他那邊的還有營養三明治 就是 很兇 排隊排超多 就大概像這樣 很兇 你變這麼多了 天啊 排這麼長 我們今天真的是 因為脫老闆娘的膚 我們才吃得到三明治 哇 太厲害了 我看這麼多人排 而且我們都懶得排 想不到他你帶的 瓜子好香喔 妳太誇張 我們先吃瓜子是不是 太誇張 你們這些 真的 真的而且客人 這個網友都在下面留什麼言嗎 有那麼誇張嗎 你們覺得老闆來 你們才擺那個樣子 我吃他的片段 妳平常吃的時候會有那些表情嗎 我在吃之前會有個問題 妳看妳們都是電子上面的人 妳說妳說妳說 我要問老闆娘 這個葵瓜 這瓜子的殼可以吃嗎 不行 好啦 那殘肉的殼可以吃 殘肉酥的 可以 可以喔 可以吃 真的可以的喔 真的可以 真的 等一下 但是這殼 我也是從小吃到大 我也現在好好認證 這殼很硬 因為這個很難咬開 我都直接吃 我跟你講 明春老師是一個 連香蕉皮都吃下去的人 但是那個瓜子 怎麼這麼入味啊 好香 我以前都傳夠瓜子的人 我說這個很厲害 可以吃看看 有點打動 我平常不太喜歡吃瓜子 就覺得不錯 好香味 哇 好香喔 我的媽啊 真的香 很好吃啊 真的 而且它很大顆 真的蠻好吃的 就妳無法去說它是不好吃 它真的就很好吃 好 但我們製作單位寫了一個板子說 怎麼可以 我們今天主角是 營養三明治 對 真的很好吃 我們一堆人在那邊啃瓜子 等一下要拿象棋出來下了 三明治就知道 重點是三明治 其實排隊的團購都是三明治 這個要先吃 這個 這是爆漿拔絲奶黃 這顆是我們店裡賣的最好的 一天可以賣到四五百 這個 四五百盒爆漿拔絲奶黃 對 吃的會爆漿嗎 會爆漿 安心啊 任一顆也是爆漿 安心啊 爆一顆吧 好香喔 那個麵皮都是我們師傅純手工做的 它裡面是什麼 對 有爆 雙胞胎還是什麼 很像甜甜圈的外皮 甜甜圈 爆了爆了 對…爆漿… 就每顆冷掉都還是會爆 對 所以它 它裡面是奶黃 對 爆漿 流沙的奶黃 妳有加麻糬在裡面 白玉加白玉 對… 白玉就湯圓的 妳這個東西太厲害了 對 妳把所有好吃的甜甜結合在一起 對 就是大家集思廣益 對 妳把白玉 然後那個流沙 對 然後外面有甜甜圈的感覺 對… 還有一點點雙胞胎 復古的味道 復古的味道 加上現代 然後把點心跟這個港式的料理 又結合在一起 對 我的天啊 妳這 妳心機很重 好好吃喔 沒有 大家想出來 其實我們原本是賣茶包 然後後來才想說要找一些東西 跟茶來搭配 而我是要跟它致敬 好 怎麼嚴重 因為通常 爆漿 拔絲 奶黃 這幾個組合我都不會吃 因為我不喜歡奶味 我不喜歡奶味 我不喜歡會流下來的東西 我不喜歡會堪吸的 但是我剛剛吃了 我覺得我要跟它致敬 它好好吃喔 謝謝… 因為它可能符合女生 譬如說有女生喜歡吃這個東西 它全部都合作會 可是合起來是合理的 而且感覺吃了這一個 你就等於吃了甜甜圈 吃了奶黃包 然後還吃了麻糬 麻糬 那種什麼都想吃一點吃一點 都可以吃得到這樣 對 以萱也很喜歡吃 對啊 因為我們通常去選甜點的時候 會想說我要吃哪一個 然後這個就是把它全部 混合在一起這樣 一次吃三個 太厲害了 妳這是甜點界的大補貼 到現在都還沒有吃到一個 三名字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我們還沒吃到洋湯在裡面吃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特別是因為 它是用我外婆以前 小時候的那種菜脯 用菜脯 這是菜脯 對 是菜脯 香腸去結合的 混合在一起 然後加上我們的麵皮 然後它就變得超熱銷的 大家都很喜歡 可能我們中部人的口味 中部人的口味 對… 然後芋泥也是用大甲的芋頭去製作 芋泥用大甲的 這就蓋不了的 中部的最厲害的大甲芋頭 菜脯很好吃 對 那是我媽媽媽自己炒的 那菜脯很香 菜脯好脆 個人都說很有層次 就意外的變得很搭 這簡直是罪惡的中和 怎麼了 裡面有起司 有起司 然後又芋泥 然後再加上它剛剛這個 營養三明治的感覺像麵皮 又有點像甜甜圈 哇 太厲害了 好好吃 而且這個芋泥好飽滿 對 古老的那種蒸籠去蒸出來的芋頭 然後搗碎 所以它有一點點芋泥的那種芋塊 對 所以裡面有丁對不對 對 芋泥 真的有丁 真的有丁 這個真的有丁 這真的有丁 你要什麼都要蒸有丁好不好 有嗎 有嗎 有啊 沒有丁 有啦 會有想的 對 用打的 會有芋泥塊 對 現在應該要準備要開很多分店了 對不對 我們開的第一家在大甲 北部還沒有 所以因為我們傳購的方式 都是在中部為主 這個真的太好吃 台北不能買嗎 海茶剛好 台北不能買 台北不能買 現在還是要用網購是不是 網購也買不到 網購也買不到 瓜子有嗎 就有瓜子跟茶包 可能那個東西要去現場 點心都是找中部的朋友才吃得到 不是 老闆娘 妳是不是走錯主題 我可以啦 我們今天就是希望說 能夠透過節目 讓大家說去 我們這樣還得認識台中的朋友 再幫我們擠上來 搞錯 謝謝 謝謝老闆娘 謝謝 好 接下來聽說 是今天最後一道美食囉 是嗎 快樂喜歡過特別快 而且我們這次舉牌女郎呢 聽說她昨天跟她男朋友分手 然後她說 喝了多久 今天呈現宿醉的狀態 然後有點要哭 然後宿醉的狀態來走這個秀 因為還有點醉意的感覺 歡迎我們的舉牌女郎 好激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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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直 走直線 走不直 要走直線 走不直 要走直線 走不直 IG 照片 邵星星 憲徒 拜拜 老店麻糬 哇 老店麻糬 蘇柔 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就是我是一個很愛吃麻糬的人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在滑IG 我就剛好看到我朋友就PO了一個 很吸引我注意力的麻糬 然後我就去查 然後也買了 然後吃起來就是覺得口感很不一樣 而且它很軟又不黏牙 然後它在雲林已經有50年的 雲林 西螺那邊的一個麻糬 是我的老家 我跟你講一般麻糬 我們的刻板印象會覺得很黏牙 但是完全不黏牙那種麻糬 我還在研究到底是不是在我老家 什麼位置 它花生粉是有大小顆粒不同 還有加芝麻在裡面 白芝麻它都加了 裡面有丁是不是 有丁有芝麻 對 很Q 它花生好香 它花生粉超棒的 對 很香 它這個麻糬太Q了 不黏牙 完全不黏牙 不黏牙太重要 今天是你不黏牙這個麻糬 吃下去才爽 才開心 你才能夠真正享受那個麻糬 真的 你不用那種牽掛的感覺 一直被它纏著 你要好好品嘗 然後它就一直黏著你的牙 一直不放你知道嗎 對 它是乾脆的那種 真的 而且隨著年齡增長 就很擔心會黏牙的東西 怕被黏掉是不是 對啊 我就開始都要注意這些事了 是不是 而且它單吃其實就很好吃了 有淡淡的米香而且還甜甜的 就淡淡的甜味 這花生粉真的也太棒 真的耶 對啊 好 不錯 今天我們真的介紹蠻多的 都好吃 對 它很好吃 對不對 明川老師你覺得今天 拿一個第一名 紅到香港去那個 三明治 一養三明治 因為都是一些你平常不太吃的 居然結合在一起之後 你吃下去就可以吃 而且那是很特別的口味 然後我也很喜歡那個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還是什麼 讚 對 我還喜歡那個草莓蛋糕 草莓奇風蛋糕 就是沒有巧克力丁的那個蛋糕 有啦 裡面我真的有吃到 沒有巧克力丁 就已經說沒有了 我真的有吃到 不管它是什麼 它裡面是有一種丁的感覺 對 有丁的東西 對 有丁 最厲害的料理 它都是若有事無的 有沒有 就好像我們去吃 霓裏那種魚肉有沒有 放到嘴巴裡面 一下 我剛剛有吃到東西嗎 有啊 但怎麼一下就不見了 就跟那個丁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好 李萱 妳覺得呢 我也是喜歡那個草莓蛋糕 因為它的鮮奶油完全不甜不膩 而且它的草莓給了 超大顆很有誠 就是很有誠意這樣 包括那個釘對不對 對 沒有這釘了 好認真喔 我管妳的 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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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了 好 OK 非常棒 謝謝